我有什么好看的,我好得很,忘记,喜欢一个人就要真心实意的,不要做伤害人的事,如果他不喜欢你也不能逼迫人家,皇兄,你有没有喜欢过人,喜欢到底是什么感觉,我这样子哪敢喜欢人,那不是耽误人家吗?虽说我也没有经验,但也要来劝劝你,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兄长,你知道龙羊之屁吗? 知道,怎么这样问,虽然我国不盛行,认为这是一种违背道德的禁忌,但我曾在一本邮寄里看到过,里面提到的好多国家都盛行于此,还可以澄清过日子,这倒是蛮新鲜的,是啊,太新鲜了,新鲜到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启齿的自我矛盾,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和处理,忘记呀,你不该把人关起来的,可是,他要离开我, 那也不该用这种方法的,这是最愚蠢的方式,他是不是不喜欢你所以才要离开,是你强迫了他 蓝湛没有回答,只是提起一壶酒猛惯自己,这些天来他都是靠着这样才不去想这些的 喝完便浑浑噩噩地躺在了床上,抱着里侧的枕头,不知道在说什么,蓝湿成无奈地离开了,只是没有回自己的宫殿,而是来到了宣和宫,看着熟悉的大门 以前他和蓝湛是这里的常客,母后总是温婉贤淑,给他们准备爱吃的点心 人人都说父皇级宠母后,宠是真的宠,可母后眼里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 因为他得不到独一无二的爱,多少个夜晚他是守着冰冷的房间度过的 可又有人说他不知足,可哪个人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男人,臣给熙王殿下请安,将将军 哼,陛下还真是大才小用了,派一个大将军来守着,江城也很无奈,不过他有什么办法 陛下预指他不敢不从,我能进去吗?抱歉,熙王殿下,陛下说了任何人不准进入,放心 出了什么事我担着,这,开门吧,陛下不会跟我置气的 江城还是开了门,因为陛下对熙王总是不同的 蓝熙尘进去四下看了看,还是记忆中的样子 只不过树下的母后变成了一个少年,蓝熙尘这才回想起来蓝湛为何要问他龙阳之事 原来这里关的不是女子,魏英也看到了蓝熙尘,恍惚间他还以为是蓝湛 因为他们长得有六七分相像,不过眼前的人眉眼更加柔和 不是蓝湛,察觉到对方暗淡下去的眼神,蓝熙尘笑着走上前 暗暗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不知道用什么词才能形容他 总之是能让人一眼入心的美 难怪忘记发了疯也要把人关起来,难怪他会这么痛苦无助 原来他是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蓝国虽是大国,可思想还是古板迂腐的 自是接受不了这种关系,何况忘记是皇帝 他不能以身作则犯这种错,如果他真的喜欢,那这个人也是不能见光的 这段关系恐怕很难维持,宣和宫住着一个人的消息不静而走 各宫遍布地眼线开始打探消息,只是知道的人太少 而且都是陛下的亲信 所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消息 可这已经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了 向来冷情的陛下突然葬人 这对他们就是威胁 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后摔了一屋子的东西 他是最早入宫的,自三年前陛下登基后就陪着的 可他除了这个头衔什么都没有 陛下来他这里的次数屈属可止 而且从未留过夜 这个皇后他当得憋屈 可那是陛下 他是爱陛下的 这三年来看着一波一波的新人进来 每一次都危机重重 可知道陛下对他们也一样 从来不会在哪里留宿 这样他多少有点平衡 可现在陛下有了例外 那个宣和宫里的人绝对是陛下的偏爱 宣和宫是先皇后的住处 连他都不能踏进一步 凭什么那个人就可以 皇后娘娘 消消气 不管怎么说您是皇后 地位比任何人都高 对啊 我是皇后 我才是名正言顺的政公 他算什么 不过是一个没名没分的人罢了 第二日皇后就去了宣和宫 只是这里比他想象的还要森严 陛下的禁卫军亲自把守 连江大将军都来守门 如此大的阵仗只能说明里面的人有多受宠 他心里万分的不甘 手里的眷丝都被捏得皱起来 他才刚靠近便被阻止 属下参见皇后娘娘 如果没有其他事还请娘娘离开 你算了什么东西 敢对我们娘娘如此无礼 属下遵的是陛下的命令 闲杂人等不可靠近宣和宫半步 请娘娘回宫 那太监还想再说 什么却被皇后阻止 因为她知道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陛下的命令谁敢反抗 今日的宣和宫倒是热闹 皇后前脚刚走后脚那些个贵妃 昭仪什么的也都来了 江承衣就是强硬的口气 把人打发走 他是陛下身边的德力将军 后宫这些人也不敢和他硬枪 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回去后少不了地发脾气 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陛下的青睐 此时有了这么个先例都极度地要死 魏英不知道外面已经因为他乱成一团 这段时间他也想了许多 从出玉兰站到心动在到现在 被关在这里 他不愿什么 唯一的遗憾 不过是自己的第一段情感无极而终而已 反正也没有享受过蓝湛的爱意 没了就没了吧 不爱就不爱 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未英缺的是人喜欢吗 想当初在家族里 他可是有很多追随者的 蓝湛他算什么东西 话是这么说 可他还是很难受 心里酸酸的 难怪爹爹说第一个动心的人 总是很难忘记的 他用了16年都没有放下 自己需要几年呢 宣和宫的门开了 蓝西辰又抱着他的汤婆子来了 卫英发现这个人最近来得很是勤快 明明一个病秧子跑得比谁都勤 看着那张苍白的脸 卫英都怕他什么时候就到了 你怎么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吗 欢迎欢迎 不过你身体不好 就别老实出来了 晕倒在半路怎么办 呵呵 蓝西辰来了几次和卫英到事 有些熟了 因为他觉得卫英是个值得交的朋友 说话不拐弯抹角 性格还挺开朗 主要人也好看 还有些孩子气 相处起来很舒服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进来的 蓝湛他那个性子 应该不会轻易让人进来的吧 放心吧 我有免死金牌 什么东西 我都病成这样了 陛下知道了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何况江将军会帮我保守秘密 他都是挑的蓝战上潮的时间来的 而且他也问过江城 说陛下一般都是晚上悄悄的来看一眼 白天基本不会来 你和薛儿年龄差不多 就随他一样叫我一声大哥吧 或者吸尘歌也行 吸尘歌 嗯 乖 薛儿那疯丫头一直想来看你 但都被我拦住了 他太闹腾了 确实 我感觉他精力比我还旺盛 嗯 你一个人在这里很无聊吧 还好吧 我在这里先为陛下的行为给你道歉 他是我弟弟 性格偏执了点 可能他自己并不知道爱一个人该怎么办 而且我父皇又给了他不好的教导 但他肯定是喜欢你的 不 他不喜欢我 我感受不到他的喜欢 他只是表达方式不对罢了 何况在我们兰国没有男子喜欢男子的先例 所以他才会迷茫无措 别看他是皇帝 可他也还是一个出自动情的矛头小子 吸尘歌不用替他狡辩和开脱 行吧 再给他一段时间好吗 如果到时候他还是这样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离开 不会让你被他关一辈子的 谢谢你吸尘歌 最近的朝堂上 最多话题的便是关心陛下的子嗣问题 陛下登基三年还未传出任何消息 大臣们多少都有些着急 蓝湛最烦这帮人了 都是些闲得无事的老匹夫 最后发了一通火早早的退潮了 御书房里 蓝湛靠在龙椅上 脑海里装着的 是昨夜偷偷去看卫英的情景 他把人关了一个月 一直没有光明正大的去看过卫英 只能做一个偷窥者 他也知道卫英对他失望了 陛下 丞相大人来了 请他进来 臣参见陛下 大人请起 坐吧 今日朝堂之上的事 陛下不必理会 那些人都是因为 自家女儿获亲信 在后宫 所以才开始着急了 卫叔叔 大概整个朝堂 也只有您会这样安慰朕了 可能是因为臣 没有女儿送进宫吧 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蓝湛倒是心情好了点 卫叔叔 您还不想成家吗 一个人难道不孤单 孤单 可我不会为了自己不想的事 去祸害别人 如果我不爱 那我宁愿不娶 貌合神离的关系最难受 卫叔叔 如果朕喜欢上了一个 不该喜欢的人 该怎么办 就是没有人能接受 和祝福的关系 那么你们是相爱的吗 是 既然相爱 何必在乎别人的想法 有时碰到一个爱的人 是一件多么心服的事 如果错失了 那将会是一辈子的遗憾 你为叔叔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可别学我 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蓝湛知道 魏丞相一直有一个白月光 可是两人为何没有在一起 他是不知道的 只知道 魏丞相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在等待和寻找 可尽头在哪里 希望又在哪里 但是自己是有希望的 毕竟他把人留下了身边 魏叔叔 朕先走了 看着陛下 风风火火的背影 魏长泽想到了年轻的自己 那时他去见爱人的时候 也是用跑的 八步地立马跑到人身边去 宣和宫 江城 看到陛下的时候大吃一惊 陛下怎么 现在就来了 开门 啊 啊什么 朕叫你开门 呃 回陛下 魏公子 他可能还没起来 开门 完了 他真的要完了 开门的时候手都在哆嗦 看着陛下的背影 他觉得下一秒 自己就要人头落地了 魏英今日 确实骑得晚 蓝西尘来的时候 他还在睡着 此时 还赖在床上 不想动 好了 该起来了 我给你带了点心来 什么点心啊 有上次的桃花酥吗 有 还有其他你没吃过的 听到吃的魏英才有了点动力 慢吐吐地爬起来 蓝西尘自然地拿起衣服递给魏英 偶尔还会帮魏英理一下 看起来很和谐 可落在蓝湛眼里便是另一种景象 你们在做什么 两人往门口看去 蓝湛的脸都黑了 忘记 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难道我不该来吗 还是我打扰到你们了 魏英没有管蓝湛阴阳怪气的语气 穿好衣服自己去洗脸 弄好之后就去吃点心 完全没有给蓝湛一个眼神 忘记 黄兄身体不好 还是先回去吧 我有话跟魏英说 你别欺负魏英啊 有话好好说 房间里只有两人 魏英依旧在吃点心 完全不想理站在身边的人 魏英 你没什么要说的吗 这个点心很好吃 为什么黄兄会来找你 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喜欢我的人可多了 西辰哥只是 看我在这里没人陪 可怜我而已 我喜欢我 但我说会不会留意